哈喽同學 歡迎收看ASEP凱野數學 來 暖身一下 我先講一個概念 你知道嗎 以前你在20跟15的時候 求最大公因數 你會提誰 你會提一個5 因為這個5是什麼 5是20跟15的 因數嘛 對不對 公因數 所以你會把5提出來 然後4跟什麼 3 再來就沒辦法提了 好 講這個跟4子有什麼關係 感覺很像啊 你能提的因4 盡量都把它提出來 OK 所以這個只是暖身了 當然真正考試也不會那麼簡單 好啦 我們來看第一個 第一個 AX平方-3X 兩個人都可以提出幾倍 X啊 所以它是不是就會剩下 AX-3提不出來了 對不對 就這樣 好啦 第二個 這個 4 5 6沒有共同的數字 齁 那 AX平方 A平方 AX 都能提出AX 所以暖身一下 這個叫做4倍的X 減掉5倍的 提一個A而已齁 所以5倍的A 再加上6 好 再來最後一個 欸 分數呢 可是你知道嗎 我反而覺得分數比較好玩一點 分數我會把它變成一個大分母 369的最小公倍數就叫做18 對吧 上面62 12倍的X3 Y3乘6倍 這裡上下乘3倍 15倍的X3 Y2 再來 這個減掉 上下乘2倍 10倍的X平 Y4 好 那最後一個 我們就把 18繼續留著 繼續留著 這個叫做18分之 這三個裡面 嗯 我可以提出X有兩個 Y有兩個 所以我把X平方 Y平方提出來 它叫做12XY 加什麼 15倍的X 對不對 然後最後一個 再減掉10倍的Y2次方 好 所以這個 就會是我們的 因式分解 好 目前就是這樣 可是我再重複一遍 我說後面的提醒沒有那麼簡單 這只是暖身而已